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點擊 石桃平樹 今天是21號 對等在香港 應該在發生的一些事情 對等在香港 應該在發生一些事情 但我們節目是提前排的 所以在周末來之前 不同的背景的媒體 習近平的 打擊習近平的 都在相應的報了各種消息 而消息的本身都把習近平跟林鄭月娥 和香港的事情 連在一起 所以跟大家分享南華早報 是替曾慶紅賣命的南華早報 他在報導習近平在如何處理香港事務當中的一個說法 南華早報 香港局勢超過了北京預期 中共高層大為震驚 報導裡談到的高層都是習近平 韓正在6月13號 6月30號都已經兩次到過深圳 遙控身 遙控香港 她有什麼震驚的 她的震驚就是笨蛋 對不對 你不能罵林鄭月娥 是她在這指揮的 她只會聽誰的 習近平在12號 13號 離開北京去俄羅斯參加上河會議 她到達當地的時間是夜裡10點多 她從北京坐飛機往那邊 往西邊飛 還有三個小時時差 所以她離開北京的時間已經相當晚了 夜裡七八點鐘了 所以是習近平參與跟韓正等人說商量好之後 她才離開的 結果韓正14號見了林鄭月娥 15號 習近平的生日 習近平在俄羅斯 普京給了她冰淇淋 讓她消消火 給她66個冰淇淋 幾盒子 讓她消火 她那頭消火呢 這一頭林鄭月娥叫暫緩 暫緩一句激怒了所有香港人 而包括她林鄭月娥也激怒她很委屈 結果晚上梁先生死去 這就6月15號 習近平的生 6月16號出來兩百萬 所以韓正的指 韓正向林鄭月娥下的命令 是來自於她習近平 那韓正如何理解習近平的 而韓正如何傳達給林鄭月娥的 而林鄭月娥又如何理解這個韓正 中間可能會有很大的距離 現在人講話彼此之間 彼此之間交流很難 說不清楚 有人說你胡說 她交代任務還說不清楚 她韓正不想承擔責任 中共的國安沒一個想承擔責任的 話一定要說圓樓 話一說圓樓 聽的人就笨蛋了 她林鄭月娥在港府工作了四十年 她多少都會有一些在西方 西方的公務員 西方的社會中的那種思維辦法 相對的比較單純 她不會你轉彎 她不會 中南海裡有多少胡同 中南海裡的胡同很多 她轉彎的 她搞不清楚韓正說的什麼意思 有人說不可能 你看看七月一號 立法會被撐擊時 他們設計做的圈套太嫩太除了 除的意思就是太笨了太嫩了 那明顯的是做手 但做得太笨 所以連那種想陷害學生 陷害抗議者的做法 她做出來都笨的話 誰能保證林鄭月娥能聽明白 韓正說的什麼意思 而韓正自己要脫身 而六月三十號 韓正再一次來到深圳 六月二十九號 習近平在大阪都把巴西總統放鴿子 他自個就飛回北京了 而且不許他們打電話 三十號不就是韓正出現在深圳了嗎 很顯然習近平知道 七月一號大遊行要出大事 他知道在中南海的上層出現了大事情 他封殺了所有人不許跟他的外交官都不許跟 巴西總統打上招呼 嘿爺們兒你自己喝酒吧 我們先撤了 你說一句 他誤說 為什麼 他誰都不信 他裡頭出了內鬼 就他的隨身代表團當中他不信 那誰跟著去了 王毅 楊潔篪 他是外交系統的 不就這個嗎 因為韓正三十號就到了深圳了 你得給他時間呢 他習近平晚上六點鐘到北京 二十九號 那不就對上了嗎 所以什麼叫高層大危震驚 這些都是瞎說咧 那是不是震驚 他當然震驚了 都買尿不濕了 可不就震驚了 對香港的情報系統 未能及時準確掌握社會 社會民情感到驚異和不滿 國務院港澳辦正在蒐集議題 準備提出所謂的新的治港政策 以解決目前的政治危機 但直接派出軍隊不可能 港澳辦明顯完蛋了 但他南華早報還說 港澳辦在做事情 港澳辦的頭就是韓正 麻煩都出在他身上 怎麼可能讓他呢 怎麼可能信他呢 對吧 那如果從楊潔篪他們的角度來講 那他跟韓正聯繫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是上頭出事 南華早報的報導 本身完全參與到中共上層 習近平身邊人之間的打殺 香港科技大的社會學的副教授 叫做成明 北京在香港搜集情報等相關單位 確實低估了香港民間的力量 根本不是情報系統的 香港人自己都不知道會出來這麼多人 他會知道 9號 9號那天出來一百萬 出來這麼多人所有人就驚了 就搞不懂了 等到16號 太多的人認為能出來七八十萬就不錯了 連他的大數據預測都是七十來萬 誰知道出來兩百萬呢 你問問 還他大驚不滿 他分低估了 咕低估啥呀 所以有時候學者說話根本都不貼譜 所以共產黨埋在他們叫知識分子 這不貼譜的這個 因為沒有人知道 這叫天意來的 這些人都是政治分析 在信神的和神技的背景之下 太low 太low了貼著地面了 他們只相信自己的分析能力 一個多月不同媒體的報導是一致的 北京對香港發展的局勢到現在 完全超乎預料之外 這是沒錯 這是神技 北京超乎預料 所有人都超乎預料 香港人自己也超乎預料 開玩笑 情報部門過於樂觀 看不到香港的洶湧 波濤洶湧 很多不滿 他有看其意識 看其意識就會造成下面的人一定騙他 因為不騙他習近平 他自己日子不好過 習近平要吃包子 你敢問什麼餡他嗎 你不敢問吧 因為如果你問說 習近平你吃什麼餡 你幹什麼吃的 你都不知道我吃什麼餡 完了 天下餡多了 我不知道您爺今天要吃哪口 再問一句 抓了他 完了 扯了 看其意識 核心意識嗎 我都會整 那不就整死他自己了嗎 其實就這麼來的 很多是假的 有的人是這麼來的 有的人是故意騙他 誰故意騙他 王滬寧 完全滿足他的心理要求 沒跟你說嗎 就像打擊伺候驟王一樣 超乎他的想像 讓他驟王樂 就樂了一塊肉 南華早報講 不動用解放軍 其實早已有報導 只是確認而已 沒錯 不動用解放軍不流血 這是在習近平的做法中 不是今天 他一直是延續這個辦法 不殺人不死人 這是他一直想 但香港已經死了四個人了 那跟他直接相關 所以他想不死人 是他主動的 他的想法 但死不死人 可是另外一回事 危機時刻動用軍隊 是中共不可放棄的 所謂不動用軍隊 是認為香港警察部隊 已經足夠了 我不認為中共對香港 會有懷柔政策 想回到一國兩制 不太可能 現在有一個說法 中共內部的爭論比較大 有人說要政改 回到原來的一國兩制 鄧小平時的一國兩制 有人說乾脆把兩制給廢了 就收了就完了 了解內情的說 引蛇出動 我看到 說引蛇出動 為了抓在香港背後的 這次勢力背後的黑手 習近平他屬蛇的 習近平現在都這麼迷信 對吧 還願這個遊戲裡面放了服 他都把整個公司全給封掉 方德始終的鐘 是他從嘴裡說出來的 他現在全黨從上至下 要用牢記使命這句話 改掉 壓掉方德始終 始終的鐘子 你南華早報把他的蛇說出來 蛇死在七寸 蛇打蛇打七寸 這不是要誠心弄他嗎 外國勢力哪有外國勢力啊 你們家是外國勢力 你們都是馬克思的後代 邪了門了我跟你說 這共產黨人害人家 害自己的祖宗你犯得上嗎 那好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 謝謝大家